爱家全球1911一键报警智能安防 限时特价3.99每月 赠送价值179美金 高清无线摄像头 室内外双用 小巧身形 强大性能 智慧叹家 1906年当通用电器公司买下白赤灯专利后 这项伟大的发明便开始了工业化的生产 100多年后 白赤灯依旧在很多地方为大家带来光明 不过从明天起 这个曾经照亮千家万户的小灯泡 或许彻底要在美国退出历史舞台 根据美国的官方规定 8月1号起 美国人将只能从全国各地的零售商那里购买LED灯 因为对白赤灯泡的官方禁令将全面生效 当然 如果你家中已经拥有且正在使用白赤灯 也无需立即更换 因为这并不违法 但商店销售白赤灯泡 公司生产白赤灯泡 都将成为违法行为 早在2022年的4月 美国能源部便发出通知 从2023年8月1号开始 实施这项禁令 并于今年1月 就这一变化 向制造商和零售商发出了警告 届时违反禁令的制造商 可能会面临每个非法灯泡 最高542美元的发款 拜登政府称 禁止生产和销售白赤灯泡将帮助美国人省钱 并保护环境 今后 每个人都将不得不购买节能的LED或紧凑型荧光灯 的确 不够节能或许是白赤灯被劝离市场的最主要原因 要知道 大部分白赤灯会把消耗能量中的90%转化成无用的热能 只少于10%的能量会成为光源 根据美国能源部给出的数据 LED灯可以比白赤灯泡节能75% 寿命长出25倍 还能提供更多的光线 此外 据估计 LED灯每年可为每个家庭节省约100美元 同时关注生活的博客 Lifehiker的一份报告也算过一笔账 虽然LED灯泡的平均成本从每个5美元到7美元不等 而白赤灯泡通常为每个2美元到3美元 不过从长远来看 还是LED灯泡省钱 因为它们运行时耗能更少 寿命更长 而从全国范围这盘大旗来考量 LED灯取代白赤灯的收益可能会更高 停用低效的白赤灯将每年总共为美国人节省近30亿美元 并在30年内大幅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预计在未来30年内更换灯泡的举措 将导致减少2.22亿公吨的二氧化碳排放 相当于2800万个家庭一年的排放量 当然 一向追求平等自由的美国人 自然会有不少人对这个所谓的强制措施 提出反对抗议 一些批评者称这是政府的越权行为 并呼吁国会立法 让美国人自己来解决家中的灯泡 但实际上纵观全球 在禁用白赤灯这件事上 美国还真不是最先吃螃蟹的人 放眼全球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第一个计划全面禁止使用传统白赤灯的国家 早在2009年 澳大利亚已经规定停止生产白赤灯 在2010年便开始逐步阶段性的禁止使用白赤灯 这是澳大利亚倡议的减排温室气体 以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措施之一 而美国的邻居加拿大 也在2014年1月1号起 正式禁用75瓦及100瓦的白赤灯泡 而40和60瓦特的灯泡 于2014年的12月31号开始全面禁用 与此同时 加拿大生产商也在这个时候 正式停止向零售商提供白赤灯泡 加拿大人不得不购买 荧光灯泡或LED灯泡来当替代品 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 在禁用白赤灯这件事上 也比美国早了整整七年 早在2011年 中国国家发改委颁布通告 为了保护环境 中国将在四年的时间内 逐步淘汰已经使用了几十年的白赤灯 2016年的10月1号 是全面禁售令的开始时间 一向注重环保的欧盟 也是禁用白赤灯的极先锋 从2009年的9月1号起 磨砂灯泡和100瓦以上的传统灯泡 不得上市 从2010年的9月1号起 将75瓦以上的传统灯泡撤出市场 从2011年的9月1号起 撤出60瓦以上的传统灯泡 到了2012年的9月1号 传统灯泡就已经从欧盟完全推出了市场 其实早在2014年 美国政府就已经要求不再生产和销售 40瓦和60瓦的白赤灯 不过在禁令生效前 包括沃尔玛 亚马逊 Home Depot Target等美国主要零售商 目前仍在销售白赤灯或鲁素白赤灯泡 虽然LED灯的销量快速增长 但2020年 在美国销售的灯泡中约有30%是白赤灯或者鲁素白赤灯泡 美国能源部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目前美国照明行业已经开始接受更节能的产品 能源部的这一新措施将加快这一趋势 并为全美消费者提供最好的产品 建设一个更美好更光明的未来 电灯泡一定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钢需品 面对这一改变 大家都做好准备了吗 是时候用上更节能更明亮 且色彩更丰富的LED灯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